養蜜蜂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會有虎頭蜂的一個攻擊 虎頭蜂來攻擊的時候 基本上四五窩就可以咬一窩的蜜蜂了 這個就是黑尾虎頭蜂 他現在正在蜂箱前面的出入口 一直攻擊要出來跟飛回去的一個虎頭蜂 這其實是養蜂裡面一個很大的一個狀況 我應該是要怎麼處理這個才對 又忘記帶網子上來 應該要趕快下去拿網子 這個也沒有辦法用手打他 沒有辦法像農友那麼厲害 用手打他 這個釘的會過敏 這一隻應該是帶路的虎頭蜂 剛才他飛回去之後 大概隔了差不多三至五分鐘又飛回來 我覺得這個不可以留 因為如果留了之後 待會如果整群的虎頭蜂來的時候 他如果從洞口 把洞口咬大鑽進去之後 這整項就已經滅群了 所以剛才就用帽子 把虎頭蜂擠落之後 就直接用園藝剪 把虎頭蜂剪成兩段 虎頭蜂最討厭的一個點 他就是出來咬蜜蜂 蜜蜂咬了之後 又不吃 就直接咬死之後 放在蜂箱的前面 黑尾虎頭蜂 在這附近找地方 而且是在蜂箱的附近 他該不會想要在這附近煮草吧 這一隻帶入觀察的虎頭蜂 他應該是想要在附近 找一個煮草的位置 所以先出來做偵查 這一隻他就不可以留了 待會直接就除掉他 他現在正在咬蜂子 每一個蜂箱旁邊 都要放一隻蜂子 如果有虎頭蜂 來攻擊蜜蜂的時候 就可以蜂它 把它給去除掉 這一隻是黑尾虎頭蜂 黃角虎頭蜂 現在守在蜂箱的門口 要抓蜜蜂 養蜂的時候 有一個很困擾的事情 就是附近有沒有虎頭蜂 如果有虎頭蜂的話 那這個就會 養起來會有點困難 黃角虎頭蜂 又來偷襲蜜蜂了 哇蜜蜂被幹走了 養蜜蜂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要觀察附近有沒有虎頭蜂 如果有虎頭蜂的話 其實蜜蜂採蜜回來的時候 很容易受到虎頭蜂的一個攻擊 所以 有些時候 我們在尋蜂草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一個網子 把來攻擊蜜蜂的虎頭蜂 給抓起來 這就是黃角虎頭蜂 牠會守在蜂箱前面 蜜蜂採蜜回來的時候 牠就會突襲牠 把牠抓走 今天早上來的時候啊 非常抬Iris講說 廚房裡面有虎頭蜂的草 一看才知道是黑尾虎頭蜂 所以趕快把牠給摘除 另外外面有一個中長腳蜂的草 也順便給牠摘除 剛剛在廚房發現了一窩 黑尾虎頭蜂的草 用網子把它套起來之後 直接丟到溪裡面去泡水 廚房裡正用煙燻的方式 把其他剩餘的風給趕出來 燃燻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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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T T-T-T T-T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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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